是最好的 然后包括说 我一直觉得药就是毒 我以前有老板也是中医师 他一直讲说 药就是毒啦 药就是毒 中药也是毒 所以是不是医生 不管中西医师 其实都要导正百姓的 民众的观念说 其实你中西药吃多 都是有问题 所以在探讨的时候 不要只是一直 好像在责骂说中药 有问题 而是说大家对这个药的概念 到底是不是用食补的方式 那对食物跟药物 都要有正确的认知 那再来就是 台湾的整个中医师的养成 其实是以西医为主 你们可以去问中国药大学 他们是怎么训练 都是以西医为主 所以你们刚刚说 为什么看中医没有效 现在很多新的医师 根本不会拔卖 那不会拔卖 卖相都拔不准了 他怎么可能用药会正确 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都应该有一个脉络讨论 一个通盘讨论 不是只提到这个 谢谢 谢谢台北徐先生你好 徐先生 你好主持人 四位来宾好 我只想有一个 今天要谈到中西药或是中西医 我想请问四位来宾 到底什么样的疾病 适合看中医 什么样的疾病适合看西医 或是有些两者都可以看 另外一点 在西医有所谓的 你要询问第二个意见 我不晓得在中医 中医有没有这样一个 说我看中医 我要询问第二个意见 好像我身体内部都很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后来我就 就都是找中医 那还有第二点 就是说我要讲 不是只有中药才有问题 有一次我从医生那里 拿西医的医生那里拿一种药 吃一颗就呕吐 后来晚上比较好了 又吃一颗 等一下又呕吐 才完成是药的关系 后来请教另外的医生 医生查药点 才是那种药 有三味呕吐 等于说有副作用 好谢谢 主委你会觉得很委屈 刚才那个小姐也说 大家都说 生意比较好 中医比较不好 中医比较不好 有这样子的观念吗 我觉得传统医 的确有它的问题所在 但是我想跟全国的观众讲 台湾的中医药 我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 如果没有世界上最好 我也愿意把它带到世界上最好 我们一点都没有食物给人家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 中药跟西药混合会产生问题 可是就讲在大陆 他们可能还在混 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没改观 就是说来路不明的中药 来路不明的西药比较少 说实在 来路不明的中药真的很多 如果那个问题不好好解决的话 恐怕整个中医都要背上 其实不应该背的这个责任 我们来看看 特别是在地下电台 我们好好来谈一下 地下电台 说实在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 很多阿公阿嬷 每个人都在一斤 一斤就开了 你好你好 好像亲家朋友在家 可是他们所卖的药 真的有很多都是有问题 我们来看看 地下电台药材的问题 榆林警方 日前才查获一家地下电台 除了查扣电台的发射工具外 还查出了这家地下电台 在节目上 兼卖药品 赚取黑心的暴力 节目主持人夸大地说辞 老人家长期下来被洗脑 只要听介绍就花钱买 但这些药究竟有哪些成分 有什么作用 老人家根本一问三不知 但是药毕竟不是食品 吃多了会伤身 根据美国肾脏医学会 在2007年所公布的 年度调查报告中 台湾名列 全世界洗肾第一名的国家 而五国健保局的调查中 也发现 国人一年在洗肾上 所花掉的健保资源 高达300亿 会造成这些现象 全都是因为国人爱吃来路不明的药 而除了透过地下电台的节目宣传外 不孝的业者还会开着宣传车 到中南部的乡下 或是在医院夜市公园 老人聚集比较多的地方摆摊 就都是看准老人家资讯不足 又想保健的弱点 来销售这些来路不明的药品 而为了取缔这些假药 行政院长吴敦毅 也在今天要求卫生署 海巡 检调 NCC等单位 组成跨部会的茶器专案小组 从4月起 美中下方简报 查起了成果 希望能减少更多 无知民众的受害 潘老师我请教你 台湾说洗肾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们来看看肾病的人口 350万人 邮寺有问题 可是呢 只有3%的人知道说 我是有问题 百分之九十千 都有问题 不知道自己是有问题 肾行率是11.9% 很恐怖 洗肾人口是 62282个人 在09年的时候 领了重发伤病卡 末期洗肾的 这个08年的发生率 肾行率是全世界第一名 再来死亡排名 是08年国内死亡因素 第十大 然后洗肾的原因 肾丝球 肾炎 糖尿病 高血压 不当使用药物自然老化 潘老师 不当使用药物是很重要一个因素 而这可以归因给地下电台的药吗 当然大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的肾脏的功能 一般这个测的时候呢 它肾功能指数只要超过1.5 就是表示肾脏已经开始病变了 那但是它只要一开始提高 就是你如果在1.5以下是正常嘛 对不对 那你检查之后 它就告诉你正常 但是你如果到1.5以上的时候呢 开始就不正常 这时候医生就跟你讲说 你的这个邮寂不说得好 要注意 那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说 那请问我林医师 我如果完全听你的话 我这个肾脏能不能回到正常 那医生一定会告诉你说 没办法 没办法哦 那没办法之后呢 他说你 但是你好好的做呢 我可以维持一阵子 那这个人呢 马上掉头就走到不找你了 他就去 在那边乱吃 可是到外头去 没有人讲实话 其实这个医生讲的是实话 因为当你的肾脏功能 高过1.5以后呢 确实我们没有办法 让你回到正常 是没有办法 但是你如果在医生的 这个好好的照顾跟处理之下呢 可能你要到达洗症的程度 还可以再拖10年20年 都没问题 因为我们并不是说 肾脏功能一不正常就需要洗症 他必须要高到一个程度 当然 对不对 那这一段时间 其实是可以很长的 10年20年都可以 但是我们的人就很奇怪 当听到这句话说 你就都没效啊 我就没听你 他就出去外面找别人 对去找别人对不对 但别人在胡说八道 吃下去水煎好 吃下去水煎好 吃下去会好 然后呢通常哦 半年后 一年后啊 再回来找你的时候呢 已经要洗腎了 所以原来本来可以 10年20年不洗腎的 但因为他出去乱吃 回来他就要洗腎 所以这边我要特别强调是说 这个医生告诉你说 他没有办法让你回去 他是实话 全世界都一样 都没办法让你 不要相信说 今天你喝了我这个会好 然后你吃了我药丸丸都乱讲 所以这一点才是重点 我要把这个讲清楚 因为很多人都被这个骗掉 可是问题是我去看西医 他只给我三分钟的看诊时间 我地下电台他给我好几天 对啦 这治病就是有现实取向 就是我们调查过 希望三天能好 那地下电台他是想速效 想快速 像快餐一样 但是相对来讲 他事实上是伤害他的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量化 甚至把这个处方要摊开来 要去请到专业的 我不是相信他这种 像朋友整边的人要来给你 所以拜托我们的市场 人家又卖电 他又要钱吗